現在的社會因為網路的影響 不管是人的行為或者是思維上面 都有受到一種同化的現象 然後反映在生活或是一些習慣上 它就是個病毒信件 觀眾收到之後電腦會做一些可能像是中毒的狀況 觀眾也會產生很大的焦慮以及破汗 視窗會一直快速的移動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麼樣把它關起來 觀眾頓時失去一個他們每天一定會關注的一個裝置 以現在的年代就是手機 如果能夠強制性的譬如說沒收人家的手機 那會發生什麼事? 我一樣是給他們看一些網路上面 可能沒有特定意義的一些影片的素材 然後去打到那個算是比較矛盾跟衝突的關係 大家很常聽到所謂中間人攻擊 我是在工作室設置一個主動監控的無線電 以及網路裝置 然後他會去分析附近無線電網的風包的內容 然後我是強制性的把他們擋出來 再做一些混合 你可能覺得你只是躲在自己的電腦後面做很多事情 但是事實上你是留下了非常多重心 如果我今天把一台機器顧云 有一個能力它是能夠幫人去想像人的夢境 那到底是怎樣 整個過程的方式有點像是我白天是用EEG的頭盔 然後去記錄我平常看到什麼跟在想什麼的腦的活動狀態 所以我製作一個軟體是會幫我自動的去找到名詞 去搜尋相對應的圖像 就是建立一組日常白天的資料庫 睡眠的時候 軟體會在一樣去錄製睡眠的時候 腦的活動的平常 再用那些關鍵字 藉由一個圖形的Machine Learning資料庫 去找到圖像 然後做影像上面的合成 然後去產出可能是夢境的話 Portrail這個作品 然後其中比較有趣的可能是2011年 它是一個機械人頭 它會有一個行為就是當 它如果偵測到沒有觀眾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流眼淚 然後這也反映出 很多人其實比較強烈的情緒是喜歡藏在背後 並不會直接表露出來 我覺得人類的情感 它一直以來都是會一斷的投射在不同層面上 人跟機器它那個共生 過個十年十五年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新的世界會誕生